好,接着有一件事一定要讲的就是那些档案的储存 特别现在我们的Panel 都快爆了 根本没有空间给大家放一些 video,特别video和一些很高解像度的相片 所以我们一定要另寻方案 当然可以放在你的电脑的Hard Disk那里 你的C Drive或D Drive 但是很难和人分享 很难和人分享 所以最好呢 就放在DropBox 一些网上的云端科技 DropBox的好处就是 你回到家的电脑,如果安装DropBox 学校的DropBox的Folder 和家的DropBox的Folder 是Connect了,online了 甚至如果你有iPad,iPhone 安装DropBox的App 你都可以随时开DropBox的档案 基本上它将你坐桌的电脑 平板电脑,iPad 或者Smartphone,智能手机 所以你所有的档案 全部是打通了它 即是打通了任督秘密 全靠这种云端科技去做 好了,我们如何申请一个币 很简单 去www.dropbox.com 那你就要sign up 一个DropBox的account 那么多人 你可以照这些基本资料 就可以了,first name,last name,email 就是password 免费给你用的 免费有2GB的住存空间 是给你用的 足够你放很多 一般的document,powerpoint 照片都ok 如果你用开的 你就可以按sign up 如果未用过的 你就要选sign up 这里可以打 一些名称 例如可以打form3 computer 你进入你最常用的 email address 那设定一个password Agree 再按sign up 那接着呢 DropBox会把program 送给你 那这个program 就会安装在你那部机器里的 你的windows7里面 那 好 你按一按 它会把DropBox的program 安装在你那部 Windows的hard disk那里 按yes 好了 再按安装 不要介意它简体字 你待会可以再设定在英文 就可以了 好了 好了 安装完之后 就有个这样的盒子彈出来 如果你未有DropBox 可以选这个 如果你已经有 就可以选下边一个 那 都一样了 打回你的名字 一样照打回这些基本东西 这个验证密码 就是再打回上面的密码词 这个就是你的电脑名称来的 再按下一页 免费版 2GB 2GB 这些要收钱 每个月要付月费 所以通常都不会选这些 可以选典 典型 typical 的setup 再按下页 可以了 基本上 右下角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按键 那就显示DropBox 就是在啟动 再按下页 完成 现在在你的HardDisk里 就会有一个Folder 叫DropBox 当然在这里 就没有什么档案 因为刚刚开始 如果你把档案 save到这个Folder 就可以把档案 放上网 其实这个Folder 跟一个网上的HardDisk 就是 Folder 是同步化了 简单 举个例子 如果你家里的电脑 又装DropBox 又订阅同一个币 那这里放的File 在家里的电脑 是可以开得回 是随时开得回 如果你的iPad 也装了DropBox 那你iPad 可以开到这里放的档案 例如 我把一个video 比如一个eclassic video 插到DropBox 的Folder 那你会看到 出现一个同步化的符号 这个档案是2Mbps 那用来说 如果是几百Mbps 一两Mbps的档案 它很快可以同步化了 那你只要回家 就是安装同一个program 订阅同一个account 就可以开这个File 那就会大大提高 提高了工作上的方便 就是可以随之 将一些档案在家里 工作 甚至乎在街上的地方 都可以把它 随时拿出来 那全家一个我们叫 云端科技 叫Cloud Computing 的一个service 那大家 这个很值得大家去试 一个这样的 DropBox 都会留意 当你开电脑的时候 你会看到右下角 DropBox的icon 按一按 会看到 你最近update过的file 如果你想转转英文 按一按这个键 那你就可以选 对了 首选行 可以再设一些基本东西 看看高级 对了 可以选英文 它可以转到英文 DropBox 可以转到英文 可以转到英文 DropBox menu 如果你想转帐 即一个人可以开几个帐 每个帐 免费2GB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 设定 如果你想用另一个帐 你又要先unlink 这个computer with这个DropBox account 转到这个按钮 就可以让你重新 再用另一个帐 去设定